咱今天找家的店 我不说 大家都知道 在哈尔滨呢 也非常有代表性了 清真馆了 咱进去尝尝 咱家最打手的是什么菜啊 一盘封锅炉 这个菜啊 软辣 但是呢 还有脆 你是他家什么人 我是第三代的 这个店大概开多少年了 大概开了四十多年 人家是1981年开业的 原来叫陈济烧卖馆 我1988年代中出车的 你是他家出师吧 对 干多少年了 干三十多年了 我是老板的部 清真这个出师啊 老是自家的 不让白人切 看大家好不好 菜都见得了 就正面好吃 菜多的我们上边就不用点这些吃得了吧 那也不能吃剩菜啊 这白虾了嘛 白虾有一点吧 一会点这些菜 嗯 菜要太好吃了 不行 我那对不起了 这个菜叫口口香 你看全是肉 有没有食欲 这个肉是牛胸口肉 这个烧子盖啊 是地道的北来处的菜 你看看人家这个刀工都不一样 非常有感觉的 真正的烧子盖是什么呢 是紫盖肉 给它用刀背奔成排 排粉脱蛋 炸面包糠 油炸完了以后 改成菱形块 再烹一个汁 但是这个菜呢 它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菜 类似于西餐牛排的做法 这叫西菜中座 今天煮来了 真厚啊 每个老店都有自己的麻烧菜 这个是出自清真的八大碗 这要炖两个小时 哎呀 这曼光出现了 这道菜在他家 饮饭就是实脉 台湾就没了 今天算来着了我给你说 对 风味串烧 哎呀 这个串烧用的是牛里鸡肉 这串的也是洋葱 咱今天点这些菜 就这三道菜 真第一次吃 上面撒的满满的料 真嫩的 香不香 没牙老太太都可以吃 太香了 煎鸟干豆腐 还有加汤凉菜 这个干豆腐看不见了 老店全是给他煎鸡肉 他家的干豆腐 老汤炖出来的 走三面馅 出锅蒜 花椒油 清晨馆的干豆腐永远吃不够 第一口大辣香 老汤味十足 干豆腐非常肉的 哎真好啊 今天呢 不仅仅是吃口味 也是味道的传承 对不对 吃清晨馆子 这水花芥嘛 必须在安排上啊 加点辣椒油 厂盛人家的一绝啊 金钱朵 哎呀 第一口嚼起来 这上面非常脆 而且嘎嘎如味 嗯 香好了 烧子盖 我不是笑我自己 我没吃过他家这个啊 外边酥脆 里边是嫩的 吃的不那么腻 口呢还不那么肉 煮打就是香啊 回头 金黄色非常有吃力 哎呀 这里边满满灯灯 全是肉馅 里边汤汁 看不看见 我上个鸡啊 哎呀 满嘴溜油 真好吃 口口腥 咱们尝着什么味道啊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口口腥 就咱们今天吃这个菜啊 不是说随随便便的 清晨馆子就能做出来的 必须才是老师傅 才能做出老味来 像这样的老味 就是且吃且珍惜 大叔大包吧 这个菜必须够了 这样大包 还不够 大包